好,我們接下來要來看一下就是 各位有沒有常常在網路上 去一些不該去的地方 蛤?你有沒有去一些不該去的地方 不該去的地方 不管是道德上的還是 道德上 蛤?有些你應該知道我講的意思嘛 有些東西不該去的啊 看不該看的啊 下載不該下載的啊 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台灣這方面資源慢慢越來越少 因為台灣這邊會抓啊 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拿來去抓 對岸 大家發現那邊資源比較豐富嘛 但是你去那邊 尤其去那一類網站有沒有風險 木馬 也有很多嘛 還有很多他會怎麼樣 有很多模擬兩可的下載 就有很多個 那你不小心點到一個 可能就不是那一個 就會額外裝的其他軟體 或帶你到另外的網站去啊 所以說這邊有一個叫做虛擬系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電腦效能說真的 其實應該都還不錯 Win7以後 他事實上也有內建一個SP的模式 也就是說在Win7裡面直接用 用以前的那個SP 好那 但是那畢竟是微軟的 而且你要 必須要是那個Pro版的才有 家用版沒有 一般我們到部分 你買Notebook 或者隨機版的 通常都是家用版比較多嘛 所以你要用這樣就比較不方便 那這裡有一個免費的Virtual Bounce 我們剛剛有給各位下載一個 比較大的檔案有沒有 那個就是已經做好了 已經做好了 所以呢 你可以到我們這邊來 就是下載這個安裝那個Virtual Bounce 給各位看一下 你到我們 你到我們 學校的 這裡 這裡齁 有一個Virtual Bounce 有看到嗎 這個 你可以把它下載安裝一下 反正我們這邊測試的沒關係 這個 這個 你把它裝起來 那 剛剛呢 我們給各位下載的那個印象檔 待會我就會拍上用場 好 所以我們會順便 在裡面讓各位試一下 就是所謂的 怎麼樣去備份系統 備份系統 因為其實說真的 檔案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系統要重裝 也是要一點時間嘛 所以如果說可以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還是買一個就是外接式硬碟 就比較大的 或者你裡面裝兩顆 一顆呢 負責做備份 對不對 請問硬碟會不會壞 硬碟也是會壞的啊 對不對 萬一壞掉 那你不是就完了嗎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 一顆就分成好幾顆嘛 可是實際上還是硬體的一顆啊 雖然說你有系統跟資料分開 但是資料要備份 系統還是要備份 好 那就麻煩各位你裝看看喔 好不好 如果你的程式已經裝完了 大概會像這樣 只是你們現在裡面 沒有任何的虛擬機器 所以裡面這邊會是空的 就是這裡面會是空的 會像這樣 對不對 會像這樣 那其實說真的 你要幾台電腦隨便你 對不對 或者你要裝硬巴也可以啊 可以在那邊玩啊 有些時候測試的時候 就用它的 或者是像你要去一些比較危險的地方啊 就用它去嘛 反正它有問題已經到底在事啊 跟你的主電腦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從這邊來做一個新增的動作 上面這裡有個新增 上面這邊有個新增 按一下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你的電腦要叫什麼名稱 然後呢 要用什麼作業系統 事實上 你也可以裝什麼Linus啊 或者是別的 也可以裝別的 比如說是Wind Server的 你就看是什麼 Windows的 你就看是什麼版本 其實這個部分都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進去裡面還可以再改 只是說這邊有一些內定的 我們就直接先選好 比較快 假設我是SP的 我就按下一步 接著 你可以告訴他 我要給他多少的記憶體 因為一般來講 至少你的電腦應該都4G以上吧 對不對 大部分都4G以上 所以你可以分配部分給他 像SP比較單純 你大概192或256 他就可以跑得還不錯 因為我們沒有要裝太多東西啊 只是單純的有個作業系統跑出來而已 所以你可以用多或用找都沒關係 好你就再下一步 接著他就問你一件事情了 請問你我要怎麼幫你建你的硬碟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分享給各位 那個就是已經裝好的硬碟 事實上現在有一些比較大的系統 比如說圍繞你新的作業系統 他都有提供這種虛擬的 也就是說你要測試的時候 你不用再從0再裝起來 我已經幫你把基本環境都設好了 你下載下來就直接執行就可以了 那這樣測試的過程也很單純嘛 對不對 你就直接用就好 不用管那個什麼系統安裝的 省很多事情 那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本身就有什麼 有硬碟的 你可以告訴他 我要使用所謂的現有檔案這個 這個 使用現有檔案 那如果你都還沒有 或者你要做一個 自己要做一個新的 也可以告訴他 我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這種虛擬系統就是說 我把一個大的檔案 當作是一個硬碟來用就對了 當作一個硬碟來用 那他當然如果說你要做一些 比如說像什麼3D動畫 那個當然就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 但是一般的一些基本的處理那些都夠 都夠 所以現在呢你就告訴他 我已經有一個囉 那你去找 告訴他你的硬碟是哪一顆 在這裡面看到的你就按右手邊去找 他的副檔名叫做VDI 我們剛剛都有讓各位下載的 在那個桌面上對不對 你就選好就好 就把它選起來就可以了 選好了就可以按下一步 這樣你的機器就建立好了 就會多一台 就會多一台 多了接著呢 就直接按啟動就可以了 你就多一台 就多一台電腦了 好所以我先把我另外一個 已經做好了 我就先測試用按啟動 真的有開機畫面 有沒有開機畫面 對啊 會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也適合 給大家做一個練習 做什麼練習 因為有些人都不太敢裝系統 裝系統之後 我又沒有 老師要拿一台電腦來練習 很麻煩對不對 直接用虛擬的練習就好了 你要有硬碟有硬碟 有USB有USB 記憶體要多大自己家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當然萬一你有設錯的也可以改 有沒有 有沒有各位這樣執行的 有沒有進去了 好那麼各位你的虛擬機器 裝起來之後 其實有一個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是我已經把你裝好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就是 滑鼠直接點好像都可以 有沒有 那如果你是用一個 完全空白的硬碟 然後你把作業系統 裝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你的滑鼠點進去 會像我剛剛98一樣那個訊息 什麼訊息 再看一次98的畫面吧 哈哈 當你一個系統起來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滑鼠要點 會不能點 它會出現這個 你看 它說你已經在虛擬機器裡面 按下滑鼠了 那你的滑鼠會跑到虛擬機器裡面 然後就會卡在裡面喔 會被卡在裡面喔 所以它有一個快速鍵可以離開 哪一個快速鍵 目前預設的快速鍵就是 右邊的操鼠 右邊的操鼠 這個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自己 裝一個新的系統的時候 進去 右邊會 你看我現在進去裡面 按擷取 好 我裡面的滑鼠是不是可以再動了 對不對 可是你要退出來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我在這邊 有沒有卡在裡面拿不出來 有沒有 拿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它被裡面擷取住了 所以你看一下你右邊的操鼠鍵 它就會釋放開來 有沒有我的滑鼠回來了 可以在外面用的 這樣有看到嗎 那如果你 HP以上的 其實 你可以多裝一個動作 多裝什麼動作 你看一下 你在裝置這邊 你看喔 在上面這裡 裝置 有沒有一個叫做 安裝什麼 Gas Edition 這個東西 上面有個叫裝置 我把它拉下來一點 在這裡 有沒有 安裝這個 你把它裝起來之後 它電腦裡面會裝一個 就是兩個可以共用的 那裝完之後 重新開機之後 你滑鼠一進去 就是直接在裡面了 你移出來 就是直接用外面的系統 就不會有像剛剛那個卡住的情形 好 這個稍微你可以留意一下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這裡看到 在我們的這個下面 這個 右邊的下面這裡 如果你有裝了之後 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 有一個這個 小小的圖 在那邊 表示說你的已經有裝起來 那它就可以整合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裡面 去的不該去的地方 那你也拿了 那你也拿了 不該拿了 這個東西 總該拿出來吧 對不對 或者說你要兩個 要交換 我的外面這個系統 要跟裡面系統做交換檔案的時候 剪貼部也可以交換喔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來看 來 裝置裡面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什麼 剪貼部的部分 你看到喔 在這邊 裝置裡面有一個叫做剪貼部 剪貼部 你可以選擇就是雙向共用 那這樣你在外面複製 裡面也會直接剪貼部就有 相對的你在裡面複製的 外面剪貼部也會有 第二個 檔案總要交換 因為畢竟是不同的系統 對不對 不同的東西 你要把它真正當作是 你多了一台電腦 所以其實它網路上方 你也可以找得到喔 網路上方你會找到它 那今天你兩個檔案 兩個系統要交換檔案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這裡有一個叫共用資料夾 這一個 這個叫共用資料夾 也就是說 今天我外面的系統 跟裡面這個系統 要交換的時候 你可以指定一個地方 讓他們去做交換 那這裡呢 有兩種 一個是機器的資料夾 一個叫暫時性的 機器的就是永久的 好像你的網路方點一樣 我可以把這個分享 常常用 我就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網路磁碟機 下次進去都有 那如果是暫時性的呢 就是 你這次設網 下次開機就沒有 所以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告訴他 我有一個資料夾 想要跟他共用 比如說我在這邊下載 如果你是永久性的 就勾永久性 以後都會有 都會有 所以 我先不勾 好 按完成 那他會出現在呢 在檔案總管裡面 檔案總管裡面 你找一下我們的網路方鈴 加號打開 整個網路的這個加號打開 你不要直接點這裡 點這個加號打開 有沒有個虛擬系統分享的資料夾 他就像網路方鈴一樣 就會看到 在這邊 你看我就找到了 我外面的那個系統 跟他裡面的就可以 像這樣 就可以共用 所以你可以從裡面 比如說你裡面的資料 要摳出來 就從這裡面再摳到 跟他共用的資料夾面就好了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了嗎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我們在虛擬系統裡面 真的是可以上網的 有沒有我裡面是8的 繼續瀏覽 又來了 又斷線了 好 這樣沒問題吧 那你用這種方式 其實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像這樣去 那萬一你要休息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在裡面關機 或者怎麼樣 你直接關掉 關掉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問一件 各位一件事情 你平常 中午休息的時候 電腦有沒有關機 但是電腦又不用 開著不是很浪費電嗎 所以有沒有用過休眠 或者是怎樣 那個叫做睡眠 因為那個是暫時把它怎樣 先停止 比較省電 所以呢 他這裡也有一個叫做儲存機器狀態 有沒有 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今天用到這裡 但是沒時間用的 我還先休息了 我就把它關掉 下次再啟動的時候 就是從這裡開始 這樣了解 關機就不一樣了 關機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參考一下的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虛擬性能 先講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